Hello,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注册移民顾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Case Studies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就看很多联邦法庭的判案 通常是那些司法复合的Cases 申请人通常是移民局就是他签了他们的一些签证 或者是学生签证,或者是Word Permit,或者是其他的移民的签证 那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看看联邦法庭 现时如何去演绎加拿大的移民法 第二就是总终看到有些Case 我们可以为了提高我们客人的Visa 那个申请的成功率,我们会看一下 有什么的位置我们避开,有些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那每个礼拜我就会抽个Case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我看看Case 就是一个passport的review,就是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就是被拒绝了,不给他的passport的 那想知道多些情况呢 你就去Fedal Court of Canada Docent Number T25542,Citation Number 2024,FC473 可以知道多些详情 那我想大家看看这个情况 是加拿大的公民,转名师 那他需要经常去出差的,离开加拿大 他多数去亚洲,他是一个香港人来的 那他就找不到他2017年发放了加拿大政府给他的护照 那他现在申请了新的passport,说要他出差旅行工作 那他就是有Face一些Criminal Charges 在一个Sexual Assault,就是性骚扰 全部的Victim是16岁以下的 那他申请护照的时候呢 就联邦政府就起诉着他的 那就是因为他有这个Criminal Record 就refuse了他的passport 那他呢就是申请司法覆核 那他说他自己under这个Charter Rights 即加拿大的人权法呢 他就是untitled一个passport的 那他就寻求司法覆核 under这一点 你看看passport的项目呢 叫做Passport Entitlement and Investigation Division Domestic Network 就跟他在那溝通啦 就说他呢就是有 那些charges 说他有性骚扰 全部的Victim是16岁以下的 那就是当这个部门回信给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convicted 就判了三年监的 那这个部门就说你都不用passport啦 你都2026年才坐完的 那坐完出来就under parole 又不可以离开加拿大的 所以到时呢你可以reapply的 所以你叫法官就不要批他的司法覆核 因为法官司法覆核怎样说呢 法官司法覆核呢就同意这个officer的说法的 就说那个applicant呢 2026年就是现在他在坐牢啦 那出了来之后呢 还是parole就不可以离开加拿大的 那法官有说address他说有些international client 就要出去他去服侍啦去服务啦 那样还有他连外有病的妈妈呢就在香港 他需要去看他那样 那法官就说他已经有个香港特区护照的了 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用他的护照 进回香港呢就去travel的 那就无必要再咬浪费法庭的人力资源呢 就是他咬这一点 因为他加拿大政府不发的passport给他呢 第一他现在immediately是不可以用的 他一直在坐牢 第二呢他有第二本护照 那他坚持咬这一点呢 是浪费这个联邦法庭的人力资源 那就是将他的司法覆核呢就是薄缽的 那我们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就是如果applicant有criminal offenses 或者被人起诉或者定罪的话呢 是不可以申请passport的 所以大家就留意这一点了 那希望这个案件可以帮到大家啦 那如果是的话 请你和你的新闻朋友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其他题目 需要我们去research的 请你在comments留言啦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案件 需要我们去独立的 和你有个consultation 请你contact我们 这个星期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